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再有警員的家中發生家暴的問題 這次這個問題是怎樣揭發的呢 竟然是由一名警嫂大義滅親 將家中的CCTV片段放上網 他通過一名朋友在連登網上公開事件 原來那名警嫂在跟警嫂結婚前 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 只不過當時這名警嫂有了 又想生個小朋友出來 唯有將就一下跟警嫂結婚 去得到弟弟三歲的時候 那名警嫂就來了 這名警嫂回到家的時候 經常發現弟弟全身都是瘀痕 他就深知 原來他老公就對兒子經常使用一些肢體的懲罰 除此之外 這條警嫂還很喜歡用言語去謾罵自己的兒子 包括罵他是垃圾 以及叫他快點去死 無奈的就是 這名警嫂沒有勇氣去面對 不敢反抗 直對他一次 那條警嫂除了動自己的兒子之外 又動了老婆 那警嫂就去報警 但是當其他警察到場之後 就發現多個攝氏人都是同袍 是行家 於是乎整件事就不了了之 另外這條警嫂也不讓警嫂和朋友去街 也不讓他和其他人有短訊聯繫 經常檢查他老婆的電話 以防他老婆說任何有關對自己不利的說話 所以 這個警嫂每次說完事 都要清除他的訊息 以免讓他老公發現得到 到了今年年頭一月的時候 這個警嫂就跟朋友說 說自己的兒子入了院 現場的醫生 一看見那個小蚊子的傷勢 就知道出現了家暴問題 馬上就找社工幫忙跟進 誰知道社工就跟警嫂說 叫他不要報警 原因是什麼 就說你老公當差 若然你去報警的話 對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 為了你的家庭著想 就不建議你去報警 警嫂聽到之後 就真的沒有去報警 但是又擔心小蚊子回家 會再次遭受到粗暴的對待 於是乎就把兒子送到自己老爸老母的家站住 到底那個CCTV的片段是拍到什麼畫面出來呢 其實主要就是拍著那條警察 怎樣對自己的兒子動手動腳 以及用一些言語來謾罵他 警察竟然說 生你兩個出來就搞亂社會 人家乖乖地回家吃飯吃完飯就睡覺 你兩個不是的 是貼媽筋的 垃圾 你貼媽筋我貼過你都行 你扔拖蟹我都會扔 我用垃圾桶扔你都行 好啦 一路罵就一路動手動腳 整個片段有15分鐘大家上網可以找到 據報導這條警察是做交通警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更加擔任防暴警察 經常駐守前線 這件家暴事件 其實反映得出多個嚴重的問題 首先來說 就是警暴問題和家暴問題 逐漸演變成為惡性循環 就著這個案件來看 這條警察本身已經有些躁狂傾向 因為當小蚊子3歲的時候 他已經是動操 一直到今年已經足足3年 平時他的生活上已經那麼躁進 被這些人走去做防暴警察駐守前線 只會將積壓在他們身上的躁狂情緒 盡情發洩在青年抗爭者身上 當過去的大半年不斷出現示威活動的時候 這班傢伙又習慣打熟 可能本身沒有躁狂傾向的 都打到變了躁狂傾向 本身有躁狂傾向的 就打到更加興高采烈 突然之間殺出一個疫情 所有的示威活動就暫停了 這班人都已經打慣了手勢 於是逐漸將警暴問題 演變成為家暴問題 所以這就是惡性循環 在示威活動暫停期間 這班打慣了手勢的警察的躁狂情緒 就無處發洩 當這種情緒累積到臨界點的時候 他們就會向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動手動腳 前陣子在元朗就已經發生了一件事件 有警察對著自己的同袍 爆瓶 現在這件事也是一樣 所以大家就預計得到 當示威活動重現的時候 這班警察就一定會將 積壓在自身的躁狂情緒 盡情釋放出來 肯定會比以前打得更厲害 大家一定要注意才行 而且有一件事 就是這班警察那種 精神狀態 到底是否適合一般的執勤 這件事是社會需要重視的問題 警務署就很應該安排一班臨床心理學家 幫每一個警員檢查一下他們的精神狀態 到底是否健康和正常 若然是通過了這個 檢測之後 你才好讓他們去執勤 如果不是就我們的市民遭殃 不單只是說你去示威活動的執勤 而是說一般日常的情況執勤 都應該要這樣做 因為現在很多警察 出到街見到市民的時候 馬上就是躁狂症上身 當正那些市民是殺父仇人 當正他們是狗地來喝戚 完全沒有基本的尊重和禮貌 這些到底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的精神狀態肯定是出現了一些狀況 那你一定要去進行檢測才知道有什麼問題 可能是躁狂 可能是躁鬱 可能是其他問題 有些需要吃藥 有些不需要吃藥 那你都要去做這個檢測才行 你這個警暴問題不處理 慢慢又會回到家裏 變成了家暴的問題 這個是惡性循環 你一定要檢視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上門進行調查的警察和社工 已經是專業失德 先講那班上門調查的警察 當警嫂報警說出現了家暴問題的時候 那些警察上去發現 原來私部那個是警察 是同袍 馬上又是官官相違 竟然是可以查到不了了之 你豈不是是治那個小小的安危於不股 至少你都要聯絡社工 讓社會福利署去接手跟進 你到底在說的經常要嚴正執法 說自己是法治的捍衛者 你捍衛了什麼 你這時候連小小的安危也捍衛不了 經常說自己如何來忠誠勇毅 這樣做的什麼忠誠勇毅 至少你都要保住小小的安全 都不做的 直到有一次進去醫院裡頭 被醫生發現了 你都不能騙的 整身那麼多的瘀痕 通知了社工 社工又是專業失德 你作出什麼建議 為什麼會叫那個人不要去報警 影響到工作 若然那個私部攝氏的男人 不是做警察 是做其他職業 你會不會說得出同一番的說話 就叫人家以大局為重 叫家庭為重 千萬不要報警 報警就搞到他的工作 你是不會的 現在很明顯就是因為那個攝氏人是警察 你就叫那個人不要報警 根本上你就不適宜做社工 你都不是為了當事人的利益著想 為了那個小小的安危於不顧 你做什麼社工 你根本上是沒有資格做社工 你是沒有這樣的職業操守 我告訴你 那時候你是要為了當事人的利益著想 還是為了警察的利益著想 這些都很離譜 平時的社工若然收到一般的公眾求助 無論是家暴問題或其他問題 只要社工發現有的不妥 馬上就報警將事件公諸於世 怎會幫那些人去隱瞞 那時候你其實就是幫警察去隱瞞 這個社工也要去調查一下 到底他叫什麼名字 為什麼他會做出這些行為 你社工註冊局什麼時候去做事 就著這個社工所干犯的行為 要不需要召開一個紀律聆訊去調查一下 到底他的所作所為有沒有違反到這個專業操守 又不用做的 原來幫警察的就可以打橫行打斜行 是不是這樣 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 當這些警察搞家暴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是對於那個小蚊子造成一個非常之嚴重的童年陰影 會對那個小蚊子在身體上和心智上都會造成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壞影響 包括他長大以後 性格會不會變成相當怪異呢 會不會發展出一套好像林鄭那樣的反社會人格呢 或者是有樣學樣 見你平時那麼燥狂 那這種其實是新教來的 你燥狂他異如目染下 他不就變成燥狂 長大之後 是不是 好心這一班燥狂警察 不懂教又沒有文化又沒有知識水平 就不要走去生孩子 你只是會害人害物 害了自己的小蚊子 又害了社會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